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出现了这个HPV引起的病变了 你需要治疗了 比方说这个人感染了低微型HPV病毒 他出现了在钢州啊 或者到周围出现一些小的乳头 小的那个石油一个一个他摸了 很害怕 这个时候需要治疗 那么对这种石油的治疗有很多种办法 有的是用药 那个就是那种腐蚀性很强的药 把它给腐蚀掉 还有的呢用物理的疗法 就是我用激光 我用那个电烧 我用冷冻 把它就是给它拿掉的意思 那么还有呢用小刀子给它一点一点的切 像我们那种孤零零的那种 你用什么方式都行啊 你用那个小剪刀把它剪下去都行 是吧 用刀子给它切掉也行 甚至用火简前也给咬掉都行 就是这种有东西的也肉眼见到的东西把它拿掉 那么这是一种小的手术 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宫颈 我感染了高V型病毒 我没有这些石油 我见不到 只是有癌前病变 那么我通过三阶梯诊断呢 我发现我是CINN第几个级别了 那么就根据这个不同的程度来进行治疗 一般对于高度病变 就是我说的那种CINN2和3 那种高度病变 我们都要做不同程度的切除治疗 比方说做利谱啊 就是那种环切把宫颈挖掉一块 或者是我做一个追切术 用刀子把它给炫下来 是吧 那么这种宫颈癌前病变需要治疗 那么你要是说真正的得了那个癌了 那个治疗就是有一套措施了 是吧 这个呢就是做这么大的手术 什么时候做 什么方式 我是通过肚子开大口呢 我还是做腹腔镜呢 我淋巴结要不要清扫呢 这些都是医生完全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来决定的 所以手术通常就这几种方式 简单的癌情病变可能在门诊就做了 像那个利谱在门诊做是经常的 可是你要是严重了到宫颈重度病变了 就是三级了 你要做一个大的追切 通常都要住院的 那么你要真正得了宫颈 哪怕是早期癌的话 你都需要做手术了 那个是一定要住院治疗的 如果你要晚期的话 你都手术都弄不了了 都必须要放疗化疗了 那个时候那就真正是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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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